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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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是柯妮 好久不見 這次我們來開箱什麼呢 我們來開箱的是 這個 SHF 小鷹 因為我很喜歡小鷹 所以之前有看過我們的黏土人 在後面 之前有看過我們的黏土人 是跟好愛一起開的 這次我買了這個 還有另外一隻SHF 也是小鷹的 它是不同款 下次來開 我們這次看的是 小鷹歐皮膚 超讚的 這個是錯誤懷限定版 可是我沒有買到特點 因為我們買了太多的 這種都是不能動的 公仔 除非是那種很豪華很特別的 我會比較想買 現在覺得不可以動的 做得好無聊喔 我們就買了SHF 都是可以動的喔 這是它的包裝 它的包裝超漂亮的 很像CD盒 通常SHF不會做成這樣 然後它做得像它的庫洛牌的書一樣 好它打開就像這樣 然後它這個是另外的 然後它裡面只這樣 像庫洛牌的書一樣 然後它做得很像CD盒 這樣 很精緻喔 這裡 像書一樣 像庫洛牌的書 好 然後它開放在上面 將 它裡面是這樣 然後它束盤裡面 然後我付一個法陣 什麼法陣 這裡 這樣 然後你打開 它裡面是這樣子的 然後它附一個背景 附一個背景 然後說明書 它背景很美耶 還有這個 然後這是法陣 它的頂座 很漂亮耶 然後它有 就是小櫻的本體 小櫻小可 庫洛牌 然後可以把它抓起來的 抓著它的腰可以拿起來 三個表情跟手 這樣 好 那我們來開箱吧 OK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個 就是剛剛說的魔法陣 好小櫻的本體 將將 然後還有小可 在這 然後庫洛牌 然後它這庫洛牌啊 它是沒有那個 沒有是什麼牌 它就讓你自己想像 它拿什麼牌 OK 然後這個就是它的外盒 外盒 我們要給大家看 後面到位置 OK 然後這個殼 它的外殼 超美的耶 它就是很精緻 可是它跟Figma不一樣 Figma它會 更細緻一點 可是它相對的會貴一點 然後SHF它是做的比較可愛型的 Figma有圓有機會 我們再開給大家看好了 因為 畢竟它是很久以前的東西了 所以它 比較 找不到 應該找得到 只是貴了一點 好 那我們現在開給大家看吧 Op1的戰鬥服 然後附小可 小可雖然沒辦法在小英身上啦 可是 小可的精緻度也是很夠的 頭是可以動的 然後剛剛我們 擺做一堆不可學的姿勢之後 擺出一個最美的姿勢 可能就是這樣了吧 這是我的極限了 好 我沒辦法擺出那樣 我就擺出那樣 可以拿牌給你拿 然後它可動度是超高的 然後它的腳踝 膝蓋 腰 頭 然後手肘 手腕 這個衣服啊 都是可以動的 連翅膀都可以動的 它的翅膀也是可以動的 很讚 然後 它的帽子啊 蓬蓬的感覺都有做出來 它的腳啊 氣質度都很夠 然後 喔 裙子 裙子啊 蓬蓬裙 做得很漂亮 Figma的更漂亮 可是 因為它做的這個是可愛版的 我只能說 SHF 很值得就是它 可動度真的都超高的 好 大概是這樣啦 SHF 小鷹大概就是介紹這樣 嗯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我下次會開別的 SHF小鷹給大家看 畢竟它出的很爽 除了Figma Figma更漂亮 我有機會再 開給大家看 想要看什麼 其他的 小鷹的 之類的 都可以幫我 下面留言 我可以知道你們想看什麼 更符合大家的口味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